其实这一次真的很开心的邀请慕斯老师来我们台湾台北站办理这一次的workshop 其实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因缘机会 而且非常荣幸可以邀请香港非常知名的摄影师慕斯老师来到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摄影艺术在很早已经有他们自己很特别的风格 在这一次的workshop我会更深入地把光线的造型和知识分享给大家 是一个细微的交流 这两天的课程其实学到蛮多的 尤其是在于小细节的注重 比如说老师会教大家说他怎么去使用射片去改变前景后景 产生视觉上的差异 那怎么样去运用现场的环境拍出现当体的特色 那我觉得都是以往没有去想到的 或许打灯可能大家都有在玩 可是却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小东西 让那个画面更完美 对这一次的学习完全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个拍照的观念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自己要尝试很久 那老师这次上课以后很多灯法都是之前没有使用过 那这次是试了以后发现原来灯光可以不一样的布置这样 当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先了解一个环境的光色场 然后取得简单的要素去拍照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曝光方面金老师教得非常的精细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值的课程 白平衡的应用方面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用法 那拍出来的作品也非常的令人喜欢 尤其是在色彩的饱和度上面 那完全是让我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上课收获非常的多 那你稍微去看一下它的优点 跟它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夹在自己身上 那集合大家所拥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应该可以拍出很特别的东西 Muse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很多东西去学去挖宝的一个很棒的老师 而且老师在上课中也都会提到一些很多他自己的想法跟观念 因为这部分的东西其实对摄影师来讲内功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这两天大家收获一定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满 同时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很棒的跨国分享 那我相信未来的时候呢 一定大家还会期待Muse老师再来到台湾 那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历 希望还是有机会再帮Muse老师再办理下一次的Workshop 也希望各位学员 各位台湾摄影师 能期待下一次的Workshop 那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Muse老师 Muse Nora La Nova Wait kızım Never Muse Rem The sixty 感谢观看